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 住宅租赁法的改动 从2021年3月29号开始,澳洲政府对住宅租赁法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进行了一些改动 借此播客,我们与您分享一些这些新的改动 第一,术语或用词 租户从Tenants现在改为Renters 房东,Landlord现在改为Rental Providers 租赁协议,Tenancy Agreements或者Lease Agreements 现在改为Rental Agreements 第二,规定出租屋环境最低标准 出租屋也需要遵守新的出租屋居住最低标准 新标准对出租屋内提供的设施安全和隐私设定的最低标准 出租屋必须配备功能锁,可以从里面和外面上锁 外面应提供钥匙,以确保租客的安全 这还包括汽车地下室和车库 租屋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所有外部窗户需要配备锁来保护房屋 不受外人侵入 每个窗户还需要装有百叶窗或窗帘等 承住人需要能够打开和关闭它们 房东应该确保该物业没有霉菌 租赁供应商,也就是我们说的房东 需要确保有一个功能正常的固定式暖气机 具有两星或以上的能源评级 空调一般都具备冷暖功能 这需要安装在主要生活区 所有电源插座和电灯电路都需要连接到配电盘式断路器 这必须符合澳洲的电气标准 第三,明确租赁要求 所出租的物业达到租屋居住环境的最低标准 房东还必须遵守Equal Opportunity Act 2021 给予所有申请者公平申请的机会 不得随意拒绝申请表 租赁供应商,也就是咱们说的房东 必须提供在签署租赁协议前 向承租人提供以下具体信息 租赁提供者拥有的出租和租赁财产的合法权 任何签议式电路线的详细信息 与出租物业相关的任何其他规定信息 第四,租金上涨 在每年大约12个月左右 房东只能增加房租一次 该立法将于2021年3月29日生效 房东必须提供租金上涨的依据 这可以是鉴于同类物业房租上涨的数据 或者物业市场的变动 第五,押金 从现在开始 除非租金超过每周900LB 否则租金保证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租金 第六,承租人有权在出租物业中安装任何物品 租房者现在可以在家中安装任何物品 这些可以在不争得房东同意情况下完成 物品包括但不限于图片挂钩 螺钉 壁挂支架和隔板 LED灯球 再不需要出租屋页中安装任何新的永久固定配件 安全设备 例如火警警报灯、摄像头和感应灯 如果这些是可移动的物品 并不需要硬连线到出租物业中 则无需争得同意即可安装 还有许多其他项目也可以安装 但我们鼓励您通过Residential Tennessee Act网站 查看了解更多的信息 第七 需要完成新的核规格检查 房东将需要安排专业检查员 以验证出租屋的电器和燃气连接及功能安全性 这些需要由注册电工或者管道工 每两年完成一次 服务提供商可以在完成后向你提供安全报告 第八 紧急物业维修 紧急维修费从1800澳元增加到2500澳元 第九 终止合同 房东只能在租赁协议的第一个租期结束时 发出固定租期通知 以腾空寻找新的房客或更换出租方式 如果出于以下任何原因之一发出通知 则房东可能可以在终止日期之前终止租赁协议 房屋需要维修或翻新 房东要拆除物业 房东要将物业的用途进行变更 房东将该物业进行出售 房东将该物业将被要求用于公共目的 承租人不再符合资格标准 房东需要提供终止租赁协议的原因 如果没有特定原因 房东必须提前120天通知房客搬出 第十 当出租人出售房屋时 承租人将获得补偿 如果房东出售仍有租客居住的房屋 租客将有权获得经济补偿 如果物业在出售过程中需要公开或私人看房 租客将收到以下补偿中的较高金额 32B或根据居住租赁协议支付的每日租金一半 如果您是租赁供应商 也就是房东 在管理这些问题过程中需要帮助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请记住一个快乐的租户 或让您的投资物业更成功 我们强烈建议您与你的物业经理积极沟通 详细了解这些新的政策 似乎对您有影响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